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就是社會創新 我在行政院目前負責的業務 除了跟數位有關的之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行政院四年期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所以今天大概會從這個行動方案的角度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說 我們用哪些數位技術 在促進大家更認識台灣的創新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跟各位的工作也許也會有一些關係 因為很多人現在聽到台灣 特別是當我們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在今年把台灣評為四個 就是國際上面的主要創新者 就是美國 英國 瑞士跟台灣 德國 瑞士跟台灣嘛 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大家想到台灣 往往就會想到創新 所以至少我們在我自己的工作上面 是以創新當作台灣主要的 可以說是一個賣點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今天的演講呢 也想要用一個創新的方法來進行 所以在這邊呢跟大家介紹一個 不算是嶄新的科技 但是是蠻好用的一個科技 這個科技叫做QR Code 各位工作上可能也有使用到 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不管是透過LINE或者是相機 或什麼有內建掃碼的功能的話 麻煩可以掃一下這個QR Code 看掃不掃得起來 那如果掃得起來的話呢 大家應該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如果掃不起來的話也沒有關係 可以透過自己手機上面的瀏覽器 可以輸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今天日期 前面加一個零 請號不用輸入 01213 那這樣子的設計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說通常這種 就是比較長時間 一小時的演講 大概到第20分鐘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要有拿手機 出來滑的衝動 可能到第40分鐘的時候 就會想要找個什麼東西 按個讚 所以我們的社會創新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參與 參與才是社會創新的重點 所以我們這次的演講 我們發現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 已經上來了 大家隨時的匿名的留言 都會直接顯示在螢幕的右下角 那為什麼是匿名的呢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場合是這個 那我又是政委 所以大家舉手發問 本來就比較困難 那舉手發問之後 通常又會比較禮貌 打個六七折都是常有的事情 那所以說呢 現在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就非常歡迎問 任何問題都可以 那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發問的話 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這個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是說 我就比較知道說 在這個現在會場的朋友們 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講的大概過了二十分鐘 會想找個什麼東西 按讚的衝動 這樣就滿足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家手機呢 可能是被我這個 暫時徵收過來 然後來當作我們這次 這個演講的討論使用 那我們就會看排名最高的 好像現在有三位朋友們說 無安 那我也就說無安 我們就可以處理完這個問題 然後有一個朋友說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有一個實際的問題出現了 那我終於就可以開始演講了 好 有一個朋友問說 唐政偉自己最喜歡去台灣的哪裡旅遊 我自己這個很幸運 因為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跟行政院約法三章 三個工作條件裡面的第一個 就是我在哪裡上班都算做上班 那當時這個媒體常常就報道成 這個唐鳳在家上班 但這是不正確的 那為什麼這是不正確的呢 因為我其實就沒有在家 我是在另外的辦公室上班 所以這是我的辦公室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不在行政院裡面 那這裡面呢 是我們在空總 就是以前的 就是建國化室旁邊 本來的這個空軍司令部 那現在已經改成了 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簡稱文化實驗場 好像沒有簡稱多少 但是總之現在簡稱文化實驗場 就是C-Lab 那在C-Lab裡面的一個角落 就是靠福華的那個角落 我們現在有一區出來 是我的辦公室 就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都在這個地方 那每個禮拜二 我會環遊全台灣 由各部會 參加社會重新行動方案的朋友們 幫我排我要去哪裡 所以好比像說上一次就是圓民會 排了在台東相當多的部落的朋友們 跟他們會談 那在此之前可能在桃園 是由內政部的朋友們 排了很多在地的合作社 等等的這些朋友 那之前也有到這個 後避 土溝 事安等等 那就比較是地方創生 社區營造的朋友們 幫我排的行程 但是不管我在哪裡 我的分身同時也都在這裡 這句話怎麼講呢 就是說我每次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去那邊 我會住一天 然後也在那邊跟朋友們交換意見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是使用寬屏 因為大家知道在台灣寬屏是人權 台灣的不管任何離島 任何再偏僻的地方 如果沒有10個Mbps的寬屏的話 那就是我的錯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任何地方都有10Mbps可以使用 所以我不管到哪裡 同時這12個部會的朋友們 就會在空中 在我們社創中心 看到我在各個地方 去巡迴的那個樣子 所以也可以說就是 我好像有一個 像是這個調查報導的記者 或者觀光美食報導的記者 我會帶著大家去逛 好比像說巴黎的獨川頭 或者是說去看一些展覽等等 但是這些部會的朋友們 他不是只是被我帶著觀光 他是實際在地的朋友們 提出任何具體的問題 好比像原住民族朋友 上次就提出勞動合作社有碰到很多問題 因為他們並不適用勞基法 可是勞動部沒有辦法去管它 可是內政部對它的自律的原則 跟工程會的自律原則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以前他們花了非常非常久時間 就是這個文含轉什麼部 然後什麼部 含轉什麼部 然後五個月之後大家都忘記 本來的問題是什麼 這是非常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這次因為我們都是12個部會 同時在同一個地方 我們超越了空間的限制 所以當這邊應該是台東 或者是花蓮的朋友們 提出了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內政部就不能說我們含轉衛福部 黑衛福部就不能說我們含轉勞動部 因為他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不得不當場去腦力激盪集思廣益 然後按照我實際看到的這個情況 跟在地的朋友們 做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溝通 因為畢竟我們做公務員 要說服民眾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當各方利益關係人 都坐在同一個地方 民眾之間彼此說服 這個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去在我環遊整個台灣的同時 又讓在空總設創的朋友們 習慣這樣子一個空間的概念 所以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應該是兩個部分 就是說在實體空間裡面 我現在最長而且也最開心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geography就是這個幾何形式的 這個非常有意思的足球場 如果有空去那邊逛的話 還會看到一些桌球桌啊一些 都是這個非常一道就會有深刻印象 好像一踏進去創意就開始冒出來 那這些呢就是我們的血汗兒朋友們 所貢獻的 其實血汗兒朋友 就是有down syndrome的朋友們 在基因上面雖然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是這也造成他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是非常的獨特的 像我可能是最習慣運用文字 也許有些朋友們是數字 或者空間互動肢體等等的來認識世界 那有down syndrome的朋友們 他們就是透過幾何的方式來認識世界 所以本來覺得好像是要請老師幫他們做藝術治療 但是到最後發現他們畫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藝術家 老師反而畫不出來 我也畫不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覺識別 就是我們社創中心 就是由血汗兒的朋友們來一起創作出來 那這個是在實體的部分 那在數位的部分 在網路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不斷地透過這些分身 像這個是從麻省理工學院來的 是自駕的三輪車 它是可以自己開自己 然後就可以到處跑來跑去 那這些三輪車就可以當任何人的分身 因為它是完全開放的 開放原始碼 開放授權 收集的資料也是開放資料 意思就是說我不一定要在台北 但是我不管在哪裡的時候 我可以附身在一台三輪車身上 那這個三輪車就可以代替我到處跑來跑去 那事實上我用非常類似的方式 已經在故宮南院去進行 就是當時日本國寶來台灣這個展覽的時候 由這個故宮的院長帶著我的機器人 用一個360度的一個VR的一個攝影機 那我坐在台北 然後我透過VR去觀賞 故宮南院裡面的這個國寶 那不只是我 我就很像導遊一樣 因為線上有非常非常多跟我一起看的朋友們 他們都會打字問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我在裡面擷取這些問題的精華 至於人身攻擊就當作沒有看到這個精華 然後把它拿去 我們在幫我導覽的導覽員 也就是我們故宮的院長 那在這個時候呢 他就可以去一次地 對線上所有的朋友們做解釋 那這個時候大家會想 那我們這樣子自走的機器人 或者是遠端 附身 遙控 替身的機器人 像我在聯合國也非常常使用 結果有一次不小心被直播出來了 但是也沒有影響 我就繼續使用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到底它會不會取代掉 尤其是航空的朋友們可能會想說 那這樣我們以後是不是都不坐飛機了 但事實上呢 我們每一次這樣子公開地做一次導覽之後 我就看到在社群媒影響非常多的朋友 他就專門因為這個去故宮南院 因為他以前對故宮南院是沒有想像的 但是透過這種VR的方式 他等於跟著我經驗了一次之後 他忽然發現說這個值得我去 所以誠然如果你只是想要大概看 那邊是什麼狀況的話 也許不用專程做一套飛機 但是有更多的情況下 是透過VR 稍微知道那邊有多麼棒 多麼漂亮之後 甚至像我們社創中心本身 也是很多朋友們透過360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都有無人機飛去 360的空拍等等 知道這個之後 發現說原來這邊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都有常駐的大廚 然後有廚房有咖啡廳 然後來這邊就有好吃的 那他們透過網路看到這些美食還是吃不到 所以呢因為這樣關係還是得過來一趟 所以我想我們適度地去透過 就是這個空間疊合的一個設計 透過AR跟VR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有一定程度上 它是可以讓大家發現 本來沒有發現的一些空間的角落 而且是可以帶大家自己的閒暇時間去發現 那當大家在做觀光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去旅行 這裡面非常重要就是說是一個team 就是在同時看我直播的有非常多人 有12個部會的朋友們隨時好像 就是當作這個被尋的那個被源機制 幫我這個釐清問題 然後跟大家對話 所以這個team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透過這樣子 一種數位的方式 在進行旅行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在旅行 而是一整個團隊都在旅行 所以大概回答這位朋友的這個詢問 有六位朋友們說 那可不可以去參觀呢 當然可以 每天它都從早上7點開到半夜11點 那隨時大概都有三四個不同的活動在發生 那當然週末的時候配合整個空總 以及經過花式浴室 那當然是有更多的事情在發生 那所以任何時候都歡迎直接來 那如果需要導覽啊 預約啊等等服務的話呢 那可以到我們的這個我的網站 有個叫au.pdys.tw pdys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預約導覽的這個時程表 這個是我親自這個在那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預約我的時間 那只要事先預約 那我就會留下午40分鐘的時間出來 那不管大家想要討論任何事情 或者是想要就是專程對社會創新 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或者無關的其實都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們 已經在使用這個服務 那不過像賴院長這個第一次來 我們這邊幫我們開幕的時候 社窗開幕的時候 他就說不能只有預約啊 因為我們知道門診嘛 也有walk-in嘛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聽了賴醫師的這個建議 我們就貼了一個頒表 那所以下午是預約 但是上午隨時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不過就有可能要排隊了 這個跟別的地方也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參觀 不是只是好像我在那邊的禮拜三 事實上每一天 那邊大概都有類似的社會創新相關的活動 那非常歡迎大家這個歷齡參觀 那有三位朋友們來問說 那現在有哪些科技可以帶來新的旅遊型態 這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分成就是已經有的 就是現有的已經很成熟的 然後跟快藥很成熟的 然後跟目前還在研發中的三個來回答 那我各只挑一個例子 目前現有的已經有的 而且已經很成熟的 我自己覺得最好用的工具就是QR Code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這個QR Code其實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我就說 我要介紹這個數位工具是QR Code 就是因為說它是一個把現實跟虛擬 把這個實體的場景跟數位的場景 接起來成本最低的一個方式 現在當然台灣我們用LINE 所以我們對掃QR Code已經是完全不假思索 但是即使沒有用數位通訊軟體的 其他國家的朋友 他們的照相機裡面 如果它是用iPhone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新的版本的Android的話 它照相機裡面它甚至不用去想QR Code 它只要想要拍個照 那個照片裡面突然冒出一個QR Code 它上面就會有一個推送的一個訊息說 那你要不要打開這樣子一件事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只要在適合拍照的一個景點 你放了QR Code的話 那它不用特別去掃 它只要想要拍照的時候 它的手機就會自動推薦某個東西去給它 那當它正在那樣子一個體驗的狀態的時候 如果你馬上讓它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話 那這個就是TVA裡面的Action 就是你去找一件事情讓它可以做 這件事情它的時間成本小於五秒鐘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就是會去做 那它只要一打開 它在五秒鐘之內發現說 這個東西它真的是跟它有關的 意思就是說它願意分享出去 那這樣的話這個team的成分就冒出來了 就是說它就會願意說 那我看了這樣子一個QR Code 開出來一個東西之後 我願意分享 我願意在社群網路上面告訴大家這個訊息 告訴大家說這邊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從Action 然後到變成網路上面的一個team 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概念 那不過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不一定只靠QR Code 大家都知道說現在有NFC 有Beacon 有非常非常多 按照不同的人的攜帶裝置 它不同的這個場景 當然可能有些更方便的東西 但不管你用了哪一些技術 我覺得QR Code還是要用 這個並不是開玩笑的 也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社創中心 其實我們放了非常多這個全台灣各地 好比像說像嘉義的那個飛燕創業協會 他們有做了非常多的這個就是加工品啊 手工皂啊 所有這些就是女性創業的一些 或者二次創業就業的一些產品 那我們其實並不是用自動販賣機 我們就是放一大堆看起來就很好吃 或者很好用的這些東西在架子上 但是呢都沒有這個標價 它就是有QR Code 那但是呢如果 因為我們把那個畫面設計得非常漂亮 所以呢大家就會想要拍照打卡 一拍照就發現說你只要按一下 那它就宅配到家 而且呢這個東西它賣的呢 不是只是說它很好吃或者很好用 它後面呢馬上就有一個故事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社會創新的這個故事 來告訴大家說 當你做了這個購買之後 它不是只是什麼促進在地的良好工作 跟經濟成長 它可能呢是這個土地富裕 或者是我們跟原住民一起設計出來的 像福通園 大家在全家可能都有看過他們的一些產品 那這樣子的話 突然之間它對土地富裕 然後以及這個陸上生態 SDG的第15項 馬上就有幫助 或者是說它是 剛剛講的是消弭各種不平等 然後是性別平權 好比像說之前遭遇過一些這個 就是在教育上面有中處的一些朋友們 他們做出來的這些產品故事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在社創其實常常辦市集 每一次市集呢出來擺攤的時候呢 就像剛剛講不是標價 是標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當你跟它發生這個交易行為之後 你會促進哪些經濟的環境的社會的價值的體現 那這些體現之後呢 旁邊這個QR Code 那還是要下單 還是要用新台幣讓它下家 所以這個呢 最後還是有一個很明確的action 它可以五秒鐘就做 可是呢 這個就不只是一個team 不只是 就是大家能夠在社群網路上分享 重點是它有一個vision 就是每一個社創的這個產品或服務 它後面都有一個願景說 可能要讓某一個地方 它之前被化學破壞的這樣子一個土地 它能夠復甦 或者讓某一個人口外流很嚴重的某一個地方 它能夠回來 然後呢去支持它在地的這個社區的復甦 或是遭遇到說什麼天災之後的這個小林村啊 或其他的地方 他們找到了他們特色產品之後 不單是能夠去當作產品 而且也可以來促進觀光等等 所以這些vision 是我們透過QR Code 所能夠呈現的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現在剛剛成熟的技術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AR、VR的技術 AR、VR的技術 其實用在教育以及體驗 當然也包含旅遊上面 其實是當初VR在設計的時候 最容易想像的一件事情 不過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技術上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很多人他在VR的時候 如果他開始前後移動 他開始走路的話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一陣子之後就會暈 那他暈了之後呢 這個心理的這個主觀感受 聯繫到這個地方 之後就是一個身體感受 所以他想到這個地方就會暈 那這樣大概就不會去觀光了 所以這個是一向我們在應用上面 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到了今年 大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非常簡單 就是推出所謂的一體機 那這個一體機 以Oculus Go為代表 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廠牌 但是呢簡單來講 就是它很便宜 就是大概五六千塊 即使最貴的 也就是六千塊左右 那你戴上之後呢 它不會讓你前後移動 你的手把也不能夠左右移動 它只能旋轉 它只能旋轉 所以最好的體驗的地方呢 就是在類似理髮廳的那種椅子上面 就是因為你可以360度旋轉 可是因為你坐在那個椅子上 你也沒有辦法移動 所以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就不會暈 在這樣的場景下 會暈的人是single digit 而且如果你有一些好的設計的話 你可以降到幾乎百分之二左右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比較能夠讓大家來使用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只是透過這樣子旋轉的方式 來看這樣子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不一定只做virtual reality 你可以去做augmented reality 好比像說在很多觀光的景點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些望遠鏡 然後放在一個 也是一個圓柱體的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它的學名是什麼啦 但是就是瞭望用的那個旋轉的那個 望遠鏡的那個檯子嘛 那樣子的一個檯子呢 其實現在也有朋友 就把VR的基礎放進去 等於你戴上的就不是望遠鏡 你戴上的就是歷史的望遠鏡 也就是說當你看到 現在是大樓的地方 你戴上的時候 看到它本來的農田 或者本來的人文的一些風景 你現在看起來是一片空地的地方 其實以前是一個大湖之類的 所以就變成說你戴上之後 就可以在歷史上面去旅遊 同樣是immersion 就是同樣是沉浸在這樣子一個體驗裡面 如果我們加上一些歷史的縱深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研究都顯示說 這個在它的長期記憶裡面 它就會記得住 而且以後它就可以自己主動地講出這些故事 如果是用一些圖片啊圖卡啊 口述歷史的一些錄音啊等等 它覺得是它外面的東西 可是呢透過AR VR技術 它一進去之後 就有一種它自己穿越到了過去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是跟看電影最大的不一樣 看電影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是在那個故事外面 但是一個設計的好的AR跟VR 我們是覺得我們在那個故事裡面 那這樣子的技術大概到今年 終於是很成熟 而且也相當便宜 所以這個情況下 如果大家想到任何用法的話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說 不需要做非常大的投資 你也可以把它Deploy 到你們所在的這些地方 跟你們的體驗設計裡面 那第三個這個比較屬於未來的部分 就是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其實跟旅行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關聯 其實很多朋友們都說 如果它大眾運輸到某一個地方 那中間停多少站 那些地方當然就會 開始有觀光的這些人潮 但是呢我們可以想像說 大眾運輸它的最後一里 如果不是由軌道所定義 而是由軟體所定義 有足夠多人想要去那邊 那他們到一個電動巴士上面 那個巴士就無論如何就開到那邊 或像我之前去一些海洋過程 像我們澎湖的南方四島 那那邊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他們也說 他們如果有一些觀光 運輔交通等等的需求的話 那個班次是非常難瞧的 你必須要事前去了解多少人去 然後約到一半 因為他們一般的交通船 當時好像一個禮拜才開一次 那當然後來我們有跟縣長 試著協調一下看能不能開到兩次 但是總之就不是說你隨時想去就可以去 然後那邊的人隨時想要去別的地方 就可以去別的地方 所以一方面當然我們剛剛講 網路代替馬路 這個是已經成熟的 就是VR的部分 但是二方面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完全用無人船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在行政院 非常積極地在推動的 叫做Sandbox的這樣一個機制 Sandbox的機制簡單來講就是 當你看到地方為了地方創生 有需求的時候 你可以說那我接下來就想要 不只是無人的三輪車 我想要用來運輸的送貨的無人機 我想要用來運人的無人船 或甚至因為這個我們是給經濟部管 別的國家都是給交通部 那這樣陸海空 大概就會三個不同單位了 但是這個是經濟部技術處的版本 所以從他們角度來看都一樣了 所以開一開飛起來 或者是在海上航行一下 然後就跑到路上 任何的情況下 不管交通部現在把它叫做什麼 都是可以去進行實驗的 那所以這個實驗呢 是我們從現在三讀通過 大概明年一月左右 我們就會開始有第一批的實驗 在砂冷綠能科學城 會給大家進行體驗 那這個實驗期是一年 在這個一年裡面 就是要說服所有人說 包含營運模式在內 這個真的對於促進在地的地方創生 是有幫助的 而且也是安全的等等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如果大家被說服了 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那這樣子我們也許擴大實驗 也許到別的地方 也許擴大它的規模等等 但是最多兩年之後 如果它是一些法規命令 也修正的話 我們行政院最後點頭說 這是好主意 那你的這個版本的 這個實驗的法律或者規章 就變成行政院的法律或者規章 等於是用社會的創新 來引領法規的創新 那如果立法院呢 覺得說那我要改到法律 我要更多時間討論 他們最多可以討論到四年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實驗的這個東西 就繼續走 包含經營模式 意思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地區你是壟斷 因為別人還不能合法經營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給first mover 就是第一個來用這樣子 無人載具的 來促進地方創生的朋友們 給一些incentive 就是無論如何到最後 只要你不要造成社會的這個危害 那這樣大家整個覺得是 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就願意為了你的關係 來調整這樣子一個法律 所以這個sandbox呢 是從明年開始就會如火如荼的 發生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不是指測無人載具 包含這個平台經濟啊 或者是所謂的fintech 就是金融的創新實驗啊 或者是像現在5G即將就要上路了 那如果你在某一個特區域覺得說 我這邊就是要開始先使用5G的話 那這些都可以放在我們sandbox.org.tw的申請案裡面 目前已經有接近100案的申請案了 那大概我們各個部會都非常的幫忙 就是以前的KPI都是你做了哪些新的立法 或者是法規命令的擬定的工作嘛 但是在sandbox的KPI是反過來的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會檢討各個部會 到底廢止或修正了多少不合十一的法規命令 以及讓多少新的實驗能夠進入市場 所以這一點呢我覺得也是跟以前相當不同的 社會創新的一個基礎 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想請問一下大數據要如何結合觀光行銷 讓觀光能夠提升成效 這個是一個相當廣的問題 不過我想先釐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不是只是大數據而已 其實小數也可以句嘛 意思就是說不管是大數據也好 或者你只有少部分的資料也好 我們在當年為什麼會說這個數據是需要探勘 需要開採或需要什麼 這個比喻大概是2008左右 大家會聽到 所以已經十年以前了 在當時呢其實確實你需要非常大量的 甚至格式完全一致的已經清洗到相當乾淨的數據 才能夠提煉出一些所謂的insight 就是一些洞見來 那所以當時才會有某個資料科學家說 這個提煉的成本很高 就好像石油一樣 那因為這個比喻其實是有一點害人不淺 因為資料跟石油除此之外 就沒有任何一樣的地方了 除了提煉在當時都很貴之外 因為我們想一想 石油你產油國運一桶出去 它自己就少一桶用 可是資料你是越分享 大家越能夠用的越多 所以它其實是越分享越多 石油是分享一桶少一桶 石油能夠去開採提煉的 大概就那些大公司而已 但是資料完全不是這樣 任何人自己放一個空氣盒子 這種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 忽然就變成這個產生資料的產生者 所以石油的產生跟資料產生 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還有最後就是說資料裡面有很多個人的資料 就是所謂的信任的關係 當我願意提供出我的個人資料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在跟這個資料的處理者 建立一個信任的一個開始 之後我可以隨時去更新它 可以隨時去問說 你有沒有什麼最新的 跟我有關的事情可以讓我知道 當它要發展新的東西 它可以回過台問我說 我之前覺得你是這樣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新的情況 要不要去更新它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長期關係的一個開始 那石油的話可能只有跟恐龍有關係 那恐龍已經不在了 所以每一桶石油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是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資料的大跟小的這個量 到2018年的今天 我們透過最新的機器學習 我們透過所謂的multi modality 就是多模態的 所謂的sensor fusion 就是說你有關於這邊的一點點資料 然後視覺的一點點 聽覺的一點點 身體感覺的一點點 之類的這些sensor資料加在一起 就有點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是眼耳鼻舌聲 這些全部加在一起 每一個的資料量都不是很大 但是我們很快可以做一個綜合判斷 所以現在的重點很可能是 你取得資料的來源 是不是有參與式的 然後以及第二個就是說 在你取得這個多樣性的資料 夠多元的情況下 是不是能夠用比較新的機器學習的技術 去找到說這些資料的一個趨勢 如果你能夠去做這樣子的規劃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非常大量的資料 也可以去做分析跟判斷 那這個是一般性的一個實際的狀況 比起十年之前 我們比較不那麼需要大數據 我們需要的是可靠的 可信任的 然後以及多元化的這樣子一種資訊 那當然就是說 在你取得這些insight之後 到底要怎麼act on it 到底要怎麼樣 去做怎麼樣的動作 我自己這邊通常會分享一個 就是大眾數據產製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就是剛才提到的空氣盒子 之前有在立法院有紅過一陣子 那這個呢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空氣品質 那這個又夠便宜 符合剛剛講的actionable 就是衝動就可以下單 因為一台這個還不到三千塊 那買了之後呢 不但可以當環境教育的教材 可以自己放陽台 或怎麼樣 就可以知道說目前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但是呢這個不是只是action而已 它後面還有一個team 這個team就是我們中研院 陳林志老師的這個team 它就會一次的讓大家看到 最新的空氣的這個趨勢 那最後呢它後面有一個vision 這個vision就是說 它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如果我們知道空氣品質的趨勢之後 我們才能夠就事論事的去討論說 我們去進行哪些行為 有些是民間的有些是政府的 對空氣品質實際的影響是什麼 那這個呢其實在全世界 都是非常少見的一個數據分析的一個模式 我去聯合國相關的周邊組織分享的時候 他們尤其是東亞的朋友 包含非洲的朋友 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們的政府 如果看到民間自己產生這些 這個也可以算作是大數據了 這些資料的話呢 那不要等兩千個站點 大概到兩百個站點就會查水表了 大概到五百個站點 如果那個負責人不願意加入政府的話 就要被消失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真的很挑戰 很挑戰政府的公信力 可是台灣之所以是我們這個區域 言論自由的燈塔 就是因為我們政府碰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採取的態度就是打不過就加入 所以我們的環保署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我們在這個就是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專門為了空氣盒子以及水品質以及災防等等 地震等等這些 去建置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系統 我們把它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ci.台灣.gov.tw 所以這是不是大數據平台呢 是 可是呢這是不是只是開放政府資料呢 其實政府資料只是裡面的一部分 裡面非常非常多是民間自己願意捐助的資料 那同樣的文化部在國家記憶庫裡面 也是讓民間自己來捐自己的記憶等等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用這種所謂 就是讓大家自己願意加入 變成資料的產製者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當他加入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他是team 他是團隊的一員 他就會願意去看到環保署的一些貢獻 好比想說環保署也用類似的這種 微型感測器的系統 去在比較沒有這個資料產製者的地方 去這個布點 然後呢大家看到這個 其實有點像台灣數位落差地圖 所以就是數位落差比較高的一些地方 我們自己先去做實驗 然後我們也跟民間社群保持緊密的對話 所以他們會說 他們很希望在這邊有一個點 他們才能夠有一個更完整的圖像 說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境內的空氣的一個產製的來源 但是公民科學家各位可以想到 即使用無人機 它也是會有沒有電的一天 他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真的去設置數據觀測站 所以我們就說那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在那邊會減離安風機 所以在風力發電塔上面 當然最不缺的就是電 所以它也可以一天24小時去收集實際的數據 但是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這是政府在加入民間的系統 而不是民間被迫要配合政府 而且民間事實上都用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分散式帳本技術俗稱區塊鏈 就是說每次當政府要使用他們的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先存一份到區塊鏈上面 這樣子的話我們國網中心 如果竟然篡改民間的資料的話 馬上就會被發現 不過國網中心本來就不會篡改民間的資料 但是這個是一個非常便宜 完全沒有成本的方式 在成功大學的區塊鏈實驗室的協助之下 我們就是讓大家都了解到說 這個數據是所有人都共享的 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把它拿來運用的 那這個其實也扣合 我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17.18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些相關的數據 應該都要讓彼此能夠信任 17.17 分享出去之後呢 我們希望每個不同的社會各界 自己去想出創新的應用方法 但是17.6 想出來之後 不允許去跟社會各界分享 所謂的Open Innovation 所以要怎麼做 我想是各位的Domain Knowledge 但是做的原則 我覺得真的可以參考 17.18 17.17 跟17.6 這幾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裡面的 一些具體說明 然後現在有一位朋友 這個詢問說 數位化觀光服務的興起 已經衍生了市場的公平性 包含沒有持有觀光業證照與執照 但是透過可能網際網路上面 揪團的這個方式 然後以及消費者權益 就是說你預先付費了 可是可能它就跑掉了 的這樣子的議題 該如何去因應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題目 其實不只是在觀光或者旅遊上面 為什麼我們剛剛的那個沙河裡面 這個第一個 就是今年1月就通過的 就是所謂的平台經濟 就是因為說平台經濟 是這裡面很可能是爭議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詳情可以看我們平台經濟法規調適原則 那是國發會索尼的一個原則 那但是我在這邊很簡單的跟大家報告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這個平台它完全不去決定 上面的服務提供者 它提供的方式 它提供的價格 它提供的頻率 它的上價下價 它也不做時之審核 簡單來講 如果它只是一個就是好像讓人可以放資料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它可以主張說 那我就是一般的數位通訊服務的這個提供者 但是一旦它開始決定實質的排序 實質的價格 實質的排班的方式 實質它派遣的方式的話 它不能夠託辭說 我只是一個數位通訊服務傳播的提供者 它一旦開始實質決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被刻意跟業者相同程度的義務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平台經濟法規調適原則 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裡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一些因為時間關係 大概沒有辦法去跟大家一一說明 但是呢 當平台經營者 它想要跨足實際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會鼓勵它去跟現有的 established player 就是已經有這樣子一個證照 而且願意為了這個新的產業發展這個契機 來試一些新的做法的朋友們 鼓勵他們這兩方去結合 那好比像說我們的第二個沙河 金融沙河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金融沙河的第一個案子 是中華電信 其實好像不是一家銀行 去提出來的 那但是它做的事情呢其實是跟 應該是凱基吧 就是跟現有的有license的朋友們合作 它去讓大家不需要零貴去辦一個銀行帳戶 因為它在你辦手機SIM卡的時候已經驗過雙證件了 所以它讓你用手機就可以辦 那借貸的時候呢有些年輕朋友們之前沒有借過錢 然後也沒有什麼儲蓄的記錄 所以連針也算不出就是你帶給它的風險多少 那這些朋友們呢現在就可以用它以前繳電信費用 是不是準時交 每個月是499還是1499 就可以算出不同的利率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達成所謂的金融普惠 可是這個並不是中華電信說 它接下來就要變一家銀行了 不是這樣 而是它花一年的時間釋出這個風險的值來 如果這個風險太高 今晚會覺得說還不適宜推動 那我們感謝中華電信的股東幫大家付了學費 但是如果它算出來是 這是可以控管的一個風險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第一個跟它合作的銀行 它有非常大的這個閒發者的這個優勢 所以我們現在在平台經濟調試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子的原則再去試做 那我們剛剛講的每一種 包含我們5G的自駕車的金融創新 以及平台經濟的 大概都是鼓勵這些所謂破壞性的新創者 它有一個比較不那麼破壞性的 可以跟現有的Player一起合作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以及把這些incentive設計進去 那這個因為有所謂的資料共享 以及風險的管控 所以也比較不會有消費者的糾紛的問題 數位創新帶來機會也破壞了現有制度 那如何和諧共存呢 就像剛剛講的重點是設計一個incentive 因為如果大家對彼此不夠了解的話 確實就會冒出這樣子一種零和的一種想法 好像說這個新興的業者多一點 然後這邊就少一點 或者說這邊這個多手一點 那邊就少賺一點 但是事實上呢 大部分的社會議題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只要有一個能夠對話的空間 讓大家各自更了解說彼此的優勢在哪裡 以及大家在意的價值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的可能立場不一樣 我們可能屬於不同的team 但是我們可以共享同一個vision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可能有四個五個不同的team 但當大家對齊之後大家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們本來以為我們對很多事情有非常多不同的想法 可能南緣北撤分成這個A隊B隊啊等等 但是呢我們有夠好的這個空間設計以及對話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協作的模式發現說 我們雖然有五件事情彼此之間感受不同 但是其實我們有絕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都是認為是值得的 是妥當的 我們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或者是甚至社群媒體的話 我們會以為整個世界都繞著這五件事情在轉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的從業者 不管是新的不管舊的 不管是正在數位轉型的還是已經數位轉型的 其實都有非常多大家彼此能夠認同的部分 所以這個概念叫做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的公式 我們不需要說很精細的大家都可以簽名的那種公式 而是說很粗略的覺得說 這件事情真的還不錯是共同的vision 那大家就可以就這些共同的vision 就先去產生出一些創新 然後去照顧到各界的需求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具體的在做平台經濟調適的時候的一個方法 那我是到三點半對不對 所以其實現在應該已經到時間了 所以我想我們就最後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Amy說請唐鳳政委到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 可以提升國際的能監督 感謝邀請 其實小的時候每年的暑假我都是到老梅的海邊 因為那是我爸生下來已經長大的地方 那當然他們現在是都住在淡水 包含我阿嬤是最年輕的 他陸港人現在86歲吧 到我外公現在101歲 他們四老現在都在淡水 那所以我就是隨時都會跟他們保持聯絡 每個禮拜天打電話或視訊 那每個月都會回去淡水一趟 所以說大家如果想要在東北角捕獲我的話 我非常樂意去就地重游 然後而且其實我每次有這種新的發明或新的創造的時候 好比像說我把我在歐洲的一些巡迴的經驗弄成VR等等 其實我阿嬤雖然86歲 而且這個現在行動不是非常方便了 但是透過VR透過最新的這些技術 他也好像到了我到的地方一樣 那這個呢我覺得就是跨世代對話一個相當好的一個起點 所以今天呢可能因為時間關係先分享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的問題非常非常棒的問題謝謝 好非常謝謝政委帶來這麼精采的分享 那也請政委先行留步 現在我們要再度來有請我們的業會長上臺來致贈感謝狀 來掌聲有請 好現在請我們的同仁來递出我們的感謝狀 好那請引導到就定位 今天非常謝謝政委帶來這麼精采的分享 今天非常謝謝政委帶來這麼精采的分享 好現在有請我們業會長來地上感謝狀 好非常謝謝會長那也謝謝政委那也請二位先行回座 好看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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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